在場好事多進口的綜合煤 被驗出了A型肝炎病毒 引發人心惶惶 現在污染原因還有待調查 但是你不是不去買就沒事了 因為我們平常買的蛋糕 或是麵包上頭放的莓果 很可能也是這樣來的 那麼毒物專家 林口腸跟臨床毒物中心 主任顏宗海 他提出自己的看法 認為這一批問題 莓果在生產包裝的部分 是分散在智利跟美國的 但是卻都會發生污染 比較有可能是透過水 不過因為A肝病毒 無法在物體表面存活太久 而且可以用高溫殺死 所以建議大家煮熟之後再吃 像是做成果醬 而胃腸肝膽科的醫師前正宏 也提醒冷凍是沒有辦法 殺死A肝病毒的 需要用高溫85度以上的溫度 加熱一分鐘以上才能殺死 而他指出 其實根據台灣2005年的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 50歲以上的國人 有超過七成感染過A肝 那麼一九八二年政府開始推行的 免洗餐具 可能就是原因之一 因為推行免洗餐具之後 A肝盛行率就大幅下降了 目前四十歲以下的民眾 有A肝病毒抗體的比率 只有百分之二點七 那麼台灣發生急性感染的個案 也都發生在二十到四十四歲 而此外大部分的兒童感染 A肝病毒都是沒有症狀的 而成人則是會出現噁心想吐 食慾不振疲倦和患膽的症狀 大部分的A肝是可以自行痊癒 但是你可以透過小便的顏色 還有食慾以及疲勞的狀況 來檢視自己有沒有被傳染